据多家媒体报道 作为博敖论坛会员的大连石德公司董事长徐明 仍然没有现身博敖 证实他已经在3月14号牵涉经济案件而被控 专家指出官商勾结在中共官场极其普遍 但商人往往成为权斗中脆弱的棋子 南方都市报4月2号报道说 博敖亚洲论坛理事会会议和会员大会 已在3月31号下午召开 徐明至今仍然没有履行仓会报道手续 领取会员证件 而主办方也没有收到他取消行程的通知 新华社旗下财经国家周刊4月1号 援引大连知情人士的消息说 徐明可能涉及违规土地抵押套取银行贷款 报道还说 带走徐明的应该是目前在大连办案的中纪委专案组 北京分析人士指出 中纪委一般不介入普通的商业案件 除非案件牵连高层官员 因此目标是调查薄熙来的相关经济问题 大连保释集团证实 徐明3月14号开始就失去了联系 和薄熙来3月15号被免职 可说是前后脚 徐明在大连发家期间 正是中共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主政大连期间 在薄熙来倒台后 媒体揭露出 徐明是资助薄熙来儿子薄瓜瓜留学的财生爷 负担了薄瓜瓜在英国和美国留学的高额学费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谢田教授表示 薄下台后 徐明被控的事件并不令人吃惊 徐明这样的红顶商人 他从权力中赚到的钱 反过来支持当初扶持他的政客 像薄熙来这样的人 官商勾结 权钱勾结这种事情 可以说中共官员里边 大概几乎95%以上的人都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他要说通过贪腐 通过腐败来互相攻陷 来互相进行政治权力斗争的话 他们几乎可以把所有的人都拉下马来 德国之声引用中国宪政学者陈永苗的话说 这种官商联盟在中国的政治生态中非常普遍 省部级以上的官员都有编制外的财政大臣 随时带着钱袋子 例如贾庆龄和福建商人黄如润 谢田也指出 官商勾结在其他社会受到政治监督和媒体监督 一旦曝光 不法的商人和官员都会锒铛下狱 但在中共的体制下 不允许建立这样的监督和制衡 因此没有任何阻止和解决的办法 共产党都要反腐败的话 他可以喊了很多年 但实际上他做不到 因为他做到的话 实际上是本身他就要必须把 全部共产党这个利益集团 这个特权阶层全部铲除掉 才可能真正产生在中国这种腐败 不法的商人和当事的官员 这个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互利共生的这样的局面 这个局面我觉得在这个中共垮台之前的话 虽然是没有什么解脱的办法 尽管成为红顶商人 一时风光无限 但商人们也往往成为官场政治中最为脆弱的棋子 最为人熟知的例子 就是厦门远华走私案的主贤赖昌兴 时政评论家文昭指出 赖昌兴自去年引渡回国后 虽然表面上没做什么动作 但在这次薄熙来下台事件中 以前跟赖昌兴关系密切的贾庆林等一行中共高官 至今表面跟胡温保持一致 可见胡温一直将赖昌兴捏在手中当一张牌 中共现在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残暴的暴力集团 它在镇压 在压制全中国人民 跟中共合作投资 在资金支持它的时候 实际上是助纣为虐 在侵害了中国人民的第一 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现在看来都是摇摇欲坠 都是靠不住的 所以你如果把你的资金 压在他们共产党人身上的话 我想你注定是要后悔的 美国支撑的报道说 目前整个佛王事件中共官方秘而不宣 依然是宫廷政治的发展脉络 陈永苗表示 虽然很多右派公共知识分子认为 借由这起事件可以启动中国政改 但他认为这只是一种幻想 民主并没有向中国靠近